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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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素是一名僧人 性格洒脱 不惧小节 常常喝得大醉 他的代表作字续帖 是一篇字述 写自己的书写经历和当时士大夫对他的评价 从这篇书帖中 可以看出怀素像狂风暴雨一般 却又极少失误的书法风格 正因为如此 怀素备受后世的推崇 在台北故宫60周年庆祝会上 一位著名的京剧演员表演了一顿剑舞 这位演员认为 自己的误导灵感正是受到怀素的影响 并表示 怀素洒脱的书法风格让人叹为观止 是自己追求的表演境界的凯弱 早在唐代 张旭的草书就已经和李白的诗歌 被人们并列在一起 受到赞颂 张旭出生于书法世家 祖上有过两位书法大师 他与怀素一样 也喜欢喝酒 他的书法风格也比怀素更为狂放 有时两个字像一个字 有时一个字又像两个字 如云烟缭绕一般 张旭留下来的作品只有一件 称为《古诗四帖》 这幅书帖体现了草书一气呵成的美感 是辽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每次展览都是观看者流连最多的帖子之一 是公认的草书巅峰之作 张旭本人也因此被称为草圣 产生于汉代的草书 最初是为了追求书写效率 尽快传递信息 在唐代这样一个社会稳定 物质丰富 人们追求精神生活热情高涨的时代 草书走向高峰 然而 太过潦草的草书 已经很难被一般人轻易识别 最终丧失了传递信息的功能 成为单纯的对艺术 对美的追求 这或许就是时间的魅力吧 stuffed椅子 Zither Harp T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